大年初四上午 新北市長侯友宜到板橋慈惠宮 走川拜廟 並發福袋給民眾 祝大家新年快樂 侯友宜過年行程滿檔 但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升溫 他不論走到哪 口罩都戴好戴满 不过日前 卫副部长陈时中 提到戴口罩三原则 包含有慢性病 有疫情症状 以及到通风不良的密闭空间要戴 但有政治人物用自己的想法 做不当宣导 造成物资紧张 这话似乎也对准侯友宜 我是给大家做一个建议 这是一个建议 在公共场合 人口聚集的地方 或是密闭空间 我们原则上尽量把口罩戴起来 身为防疫的指揮官 身为防疫的成员 如果你自己先不把自己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怎么如何保护好市民 我知道很多的民众都在说 口罩买不到 那我们在整个流程要非常清楚 在春节时间 大家都辛苦一下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也不要恐慌 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 中央跟地方防疫是大家一起来 侯友宜强调戴口罩只是建议 没有强制 针对口罩却后问题 也要大家别恐慌 不过除了疫情问题 外界也关心国民党内部状况 日前包含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立委江启臣都表态要参选党主席 侯友宜又怎么看 谢谢很多人愿意出来为党做事扛起责任 我都是一个乐观其成 我自己因为市政的工作非常的繁忙 尤其在春节这段时间 所以我是以市政 永远是我最大的优先 因为最大的考量 强调市政优先 侯友宜坚持走自己的路 不介入党内的政治风暴 三伟筹 国民党要选党主席 那这次其实是这个代主席 就是所谓的代理主席 真正要再 更另外一个党主席 是明年的时间 因为吴敦义辞职下台了 这时候就要请问这个市委哥了 国民党的这个温泉会副主委 现在包括江启臣说 我来承担 另外这个郝龙斌说他也要选 张亚中 大家觉得好像声音有点小 都把他忘记了 那大家都想说 那是不是朱立伦要出来选 或者是侯友宜要出来选 最新的进度怎么样 目前表态的是只有张亚中教授 还有郝龙斌前副主席 以及我们江启臣委员 那正式在1月17号开始 可以联署做登记 到2月3号 4号 5号的时候 做这个联署 然后到2月3号 4号 5号 到党中央来做登记 要联署 对 然后3月7号的时候投票 那如果叫这样张亚中的联署 应该不会过吧 不一定 我会觉得讲说因为越多人参与的话 大家及时广益 怎么样子能够让党的一个组织再造 甚至于党务的一个工作做改革 你像联署也不过剩几天而已 不会啊 1月17号就已经开始 毕竟这次代理党主席 然后任期到明年8月 那明年8月的时候 他一任4年 郝龙斌应该联署会过吧 这个我不预设立场 我相信大家都努力啦 那我相信应该张亚中教授 他也参选过这一个总统的 这一个联署 我相信应该都没有问题 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 只是你提出的这一个改革的 或者是改造的一个愿景 那党务革新的一个工作 是怎么样能够博得党员的一个青睐 这是选党主席就可以改革国民党路线吗 不你必须要去做啊 你说国民党的一个路线 大家看了两岸的政策 内政的一个方面 甚至于党务体系 或者是财务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有很多人说 这次只是代主席 根本没什么实权 真正厉害的是 明年真正选党主席的时候 那个才是真正有实权 我跟你讲 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你说没有实权 那以这一段期间 到明年8月是没有选举的 那你是不是能够大破大力 现在来接的时候 你不要讲说 你所谓的一个实权 看你怎么看 你的一个实权是认为讲说 2022的一个县市长跟县市议员的提名的一个权利 那一个实权 但是如果说你要改革的一个实权 如果无师无偶的话 大破大力的话 现在正是时候 国民党太阳那么多 他怎么改啊 我必须要这样讲 你如果要这样说 太阳那么多的话 那就不用改了啊 你就放在那儿了 要团结 所以说还是这样 大家要秉齐事件 那要怎么样子 大家来及时广义 你多人参选的时候 能够提出你的一个政策论书 如果说你当选了 你可以大破大力去做 如果你没有当选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让当选的人 也能够提供你的一个意见 所以只要选上党主席 就可以大破大力的做 我也觉得讲说 这一任的一个党主席 他要承担的一个重责大认很大 对 毕竟第一个 你的一个财务状况 第二个 你未来在2022年的时候 马上就到了 你说财务状况是帮国民党少粮草 是啊 你毕竟你党产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已经把党产都冻结了 你现在入不敷出 我常常在讲 是我们是义务质没有点薪水 那如果有一些党工 甚至于党务的一个 这一些计程的人员 他们的一个薪水 一个月就要两三千万 真的是两三千万 是啊 确实 所以真的很缺钱 国民党 以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他过去加大业的 那你这一个员工的一个薪资 所累积下来 包含了这些退休金 甚至于未来的一个 这个听社的一个租金 他要处理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因为很欠钱 所以很多大太阳都不太想出来 包括侯友宜也没有意愿 朱立伦也没有意愿 其实我还是讲 一百多年的一个政党 他累积的这一个包袱是很重的 那你要马上做阴心阴格的一个事项 就来一个全新的人来改 这个阵痛级 那我会觉得讲说 所有的一个党员同志 大家必须要去做思考 那就如同马前总统所说的 越多人出来 然后能够让党员 大家能够听听看 他们对于党阴心阴格的事项 是什么 大家都能够说明看看 所以目前最新的消息是 朱立伦确定不选 朱立伦前市长前主席他有讲说 这个改革一定有我 那改选不必有我 今天早上发的脸书嘛 确定不要了 应该是没有参选的可能 那如果他不要的话 侯友宜更不会要吧 你说侯友宜市长他 我所认知的他没有表态讲说 他参选党主席 那还会有 但是你未来在这一个党务的改造 改造委员会里面 那当然你要把县市首长纳进来 把立法委员纳进来 把各地方县市议会的议长 副议长 乃至于县市的一个议员 大家都能够共同的参与 毕竟政党政治责任政治 每一个你的一个从政党员同志 都是一份子 这是至关重要的 讲到党主席 我们今天有台领党党主席 主席 现在请假中 你现在台领党党 你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要无限期请假 因为现在我来报告 现在只要去改善 很麻烦 要就党员大会来 你说你想解散台领党 那中职会 我们的中职会也不同意 不同意 我们四个议员有三个也不同意 他都这么麻烦 国民党怎么改造你百年大党的 奇怪 我觉得霍波兴 我觉得郭民党 郭民党你如果现在在讨论 说换什么人做主席 就什么要改造 我觉得这碰一碰 碰一碰的 你的基本路线有两条 要改变 第一条就是 新中的路线 这不可能 尤其现在川普和中国 中美 对中国和美国 关系开始对立的时候 你站在中国那边 你说 其实我们没有站在那边 一般台湾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们是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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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 对来就是说 国民党是抗争 就是他的地方派系 你说这次你也没看 蔡英文拿到八百几万 韩国瑜还五百几万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烂啊 为什么因为他的派系 我把他听起来 国管制的地方派系 基本上要够受到国民党 基本上是有点国民党 只有一个少年人的票 第七分数感觉 韩国瑜没有用 这个全部的兜兜 都对蔡英文才来 很害怕嘛 还有香港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两条 算是他会掉 老实说 国民党 对年前 开始做主席 李登辉以后 开始往中国那边偏过去 你没记得 像家一样 和中建国 李定妇 这三个都亲密的 没那么亲密 对 他们都反中亲密的 你從年前開始 走到中國去方叫連夜夜了 整個變形了 他說我們是河中 不是親中 親美 這是國民黨長期的態度 剛才聽你說口罩就知道了 這個情形我感覺這樣 就是說國民黨 如果要再起來 比較有那個親美的味道 的是朱立倫 比較有親美的味道是朱立倫 他就沒了 所以其他這幾個牆來牆去都 都跟中國扯 這樣啟程還不錯啦 他也親中嗎 比較沒那麼明顯 所以他這個角度來看 再來他這個地方派的 控制力量 我告訴你如果沒有注意 民進黨現在八百多萬 其實蔡英文過去四年有一件事 做得不好 他旁邊有單邊門 像這個 他在保安電影派的這算百貨 所以你要看他算那個 農會算輸掉了 對 要看他有沒有能力 控制地方派去看他操作農會 你說蔡英文嗎 蔡英文 那如果蔡英文來 未來這四年 可以運用他的主委 其實 行政主委很重要 可以把國民黨國管齊的電影派 不然現在馬上我先第三件事 就是說 台灣 過期 你說第三勢力都無法成行 所以過期 為什麼台連黨 也要拿到百幾萬 統派的親民黨 新黨 這次拿到五十幾萬票 對 上一次 為什麼放 往統獨兩邊靠 因為很簡單 過期沒有川普 大家會從 像獨派就是對中國很討厭的人 我就獨派嘛 很怕死人 中國你如果沒有 我中國 阿公會來打 那就變通牌 以前這個東西很重要 但是現在慢慢說 川普如果搶聲 阿公也怎麼哭小子 沒那麼多厲害 這個台灣的統獨兩端 是這個原因所以衰退 所以台灣現在政體變成橄欄型 中間選民很多 所以你看 淺綠的跑到時代力量去了 淺藍的跑到柯P那邊去了 對 所以不能忘記 這次台灣的這個 政體版本大政學 大改變就是什麼 第三世代就要出來 不要忘記喔 徐永明那天有講的一些話 他說我們後來三年後 這個管理長絕對不缺席 他有可能在縣市長跟議員 那個部分 那個時代力量跟民眾黨交叉提名 就是說 這關時代力量拿 我就民眾黨不要提 變成配合了 對 民眾黨拿 我時代力量就不提 對 這個狀況出現以後 那個三大黨出現 不要忘記喔 這次的選票 實力是拿110萬票 那個民眾黨是158萬 加起來是 好像要到300萬 你說政黨票的部分 跟國民黨民進黨差不多 所以這個 第一次台灣的政體數 第三世代要出現是 大概是下一次的那個 會不會承襲還在看 對 其實上一次已經有一點點跡象 因為 時代力量就出來了 但是這次越來越明顯 尤其川普跟中國 美中對抗如果 越來越明顯 統獨兩端都會萎縮 像橄欖球 中間那個會越來越胖 對 中間會胖 這以前是兩端 這個民進黨 做個禮拜 票就跑去 毒派這邊來 國民黨做個禮拜 就跑去討論 現在剛好跑回來 以後變成不是橄欖球 變籃球一顆圓的 對對對 以前像那個舉重器 兩邊碰碰 藍綠對抗 現在開始 未來進攻 裡面是橄欖球 如果是橄欖球 如果是橄欖球的話 國民黨很重要 你要拉住 它的最大兩個 第一個 對外不要再 親中反美 第二個 在國內的那個 政治勢力裡面 你不能夠 你現在唯一的資本 就是地方派系 如果又被民進黨吃掉 就完蛋了 主席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來台灣的政治 是不是極統極藍 會兩邊慢慢的消洪 還有包括整個台灣的政治環境當中 第三勢力如何要崛起 我們稍後回來 台灣鄉前走 剛才我們聽台電黨主席劉毅德主席說 其實台電黨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不過目前黨主席是休假當中 就知道這個黨其實不簡單 你也是面臨到募款的問題 是啊 沒有人要接就是沒錢 都沒錢 也是繼續賺下去 台獨 之後再去吃頭 台電 國民黨也發生一樣的問題 因為一個月那麼多的錢 所以這個黨主席除了要人拱他之外 他要有能力去找錢 他要募款 對 他要能夠找到錢 但是你政黨政治現金法規範了之後 當然都是用這樣子 而且你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成立了之後 你黨是不能夠有資產的 那你不能夠有資產 那你過去所累積下來 那怎麼辦 對 你也是要改革 你不能給港港的提交金 你都沒有 而且現在所有都在凍結 都在打官司當中 那你到底怎麼樣子 但是你巧復難為無比之吹 我剛剛忘了問你 你覺得這麼多位當中 你覺得哪位最合適 如果以他要選 他要選 其他都還沒有 其實忘了問韓國瑜 韓國瑜市長最近都沒什麼 好懷念他 韓國瑜市長他就表態 他沒有要參選 他現在就是回歸 他從來沒有選 從來沒有選 那只有這兩位沒有亮點會不會 會不會太沒有亮點 不會不會亮點已經夠了這樣子 已經夠誰是亮點 江啟成如果選上國民黨 就的確跟過去的感覺不一樣嗎 是個世代交替 那不一樣對國民黨是好事嗎 應該這樣子講 你說江啟成委員 他算是現在外界期待 中生代 那江啟成委員 他過去也擔任過 國民黨政策 會的這一個總召 那我會覺得 他也擔任過中常委 那我會覺得講說他也OK 那你說 郝龍斌前副主席 以他過去的行政之意 跟著黨務的這個 副主席的一個角色 我相信也都是OK 市民科一定都說OK 每個都放了 那我掛文常會義務付諸 你必須要做中立 你必須要辦中立 所以說我們都還是支持黨員他們的一個選擇 我們從外界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不是國民黨的比較沒有包袱 如果是朱立倫哥好龍斌當選的話 就不讓人覺得這麼有心意 如果是江啟成的話 其實外界會比較覺得 那國民黨好像真的有要改革了 但是這其實也只是問題之一 剛剛劉易德 劉主席有講到了 其實是國民黨 因為他曾經是一個 就是說從中國撤退來台灣 有這個移民的性格 或者是說我們政治難民或移民 看你從什麼角度來講 所以他第一個世代交替 只是問題之一 可是江啟成怎麼去處理兩岸 跟九二共識 他到目前為止 只是說要承認一個 那個路線 中華民國的存在 那可是大家在問說 那你黨民要不要改名叫台灣 或者叫中華民國國民黨 這個也沒有人敢碰 因為這陳主牌位 所以我覺得九二共識跟那個黨民的問題 是江啟成如果當選的話 或者是好龍斌要當選 不管是誰 一定要面對的問題 他那麼多大佬 他怎麼處理這些大佬 這次選舉給大家的感受就是說 國民黨好像跟中國的關係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是不是 你說核中 可是外界覺得你是親中 那對我們的中國 如果不對我們放棄敵意的話 親中的政黨在民主選舉中 不會有選票 或是選票有限 那可是最近大家都有注意到 國民黨有一個新的 什麼改革委員會說 你在中國擔任政協 人大或者黨職的 不得參選國民黨的中常委 跟中央委員嗎 對 外界的反應說 哇原來過去沒有這個限制 因為每個都是 這是很奇怪耶 每個人在中國都有做強力 你在中國 我跟范淳立委報告一下 對 那個是在中常會的一個會前會 是 有一些林隆德代理主席 跟一些中常委 大家彼此交換的一個 這個會前會的一個意見 對 那有的人就提出來講說 你包括了不只選黨主席 你還有中常委要改選 對 那中常委改選的時候 你的一個條件限制 全部切乾淨的意思 那怎麼樣子能夠讓外界大家講說 你能夠有保障年輕人的一個席次 那你怎麼樣子能夠讓未來我們中常會裡面的一個中常委 他有不一樣的一番的一個清晰 那也有人講說 是不是要做相關的一個規範 不要讓民進黨甚至於綠營的人士有機會見縫插針 你講說你這都是親中的 或者是你都是買辦的 要怎麼樣子能夠讓大家不要貼貼貼貼貼 我必須要講 你說九二共識 這個一中各表是有納入我們的黨綱裡面 這也必須要全國的這個黨代表 大家來共同的一個決議 你兩岸的一個政策方向是怎麼樣 但是你說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你看到民進黨過去是台獨黨綱 那他們沒有取得執政權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 修正了台獨黨綱 變成台灣全獨決議 那你現在九二共識 我相信執政當局 你做兩岸的一個政策互動 那現在我們淪落在野 你必須要以立法院監督制衡的一個角色為主 那你兩岸的政策 你要看執政當局 他的兩岸政策是如何 有一點點 稍微遠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中國政協人大跟黨職 你如果在中國擔任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忠誠度的問題 今天你任一個政黨就是說 好譬如說我原來是設民黨 我變民黨 我都要放棄 就是說你必須黨籍是民黨是單一的 那今天我們中華民國的民主選舉裡面 一個政黨 他居然可以同時是中國的政協 跟人大跟 據說黨職 那你目前只限 這就是大家認為的 那只是個人中常委所提出來的 那這不就代表這裡面有嗎 我們外面的人並不知道 提出面對中常委 對 那就表示 我是說這個 那個是個別中常委所提出來的一個看法 會提出這個 我們外面的人從來沒想過這個事情 裡面有人提出表示問題很大 那國民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們黨員裡面有多少中國政協人大 跟國民黨的黨職 共產黨的黨職 布老師這個答案 其實大家很好奇 可是問了很多次國民黨 就說說沒有 都完全沒有 因為是不是講出來的話 就真的是問題大了 違反的講解釋 那是個別中常委的一個意見 不代表黨中央的一個政策 不過休息一下 廣告期間當中 不能直接承認 廣告期間當中 讓我們看看是不是世維哥 能夠告訴我們真正的答案是多少 是不是能夠了解 國民黨如果真的要改革的話 路途會有多遙遠或者是多快速 稍後回來 國民黨現在不知道怎麼走 我們來聽聽看 應該沒有政黨的這個偏好吧 沒有政黨色彩 郭峰哥也是媒體人出身 你覺得國民黨怎麼做 才容易有新的一片天 我覺得國民黨這次如果沒改革好的話 大概今天主席講到第三 第三勢力大概最開心 因為國民黨現在整個黨看起來 不管是人才的培養各個方面 大概是最甜的 為什麼說最甜 第一個你看到小黨的變化 大概需要淺藍淺綠的靠近 那這東西很容易從 所謂的統獨兩端去篩選出來 一旦國民黨的統獨兩端 還是堅守原來的政策的時候 那當然顧好了原來所謂的保守派 可是中間政治意識不是這麼強烈的 這種不管是都會選民 或者是這種中產階級 他很容易就猶疑 一猶疑的話 如果有一個優秀年輕帥漂亮的政治明星出走 出走 哇這下不 然後呢 然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個黨就折損了 所以我說江啟成這個時候跳出來 千萬不要 蔡英文在08年跳進民進黨 他可沒有說自己是過渡席的主席 所以你說江啟成出來選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江啟成如果沒有弄清楚的話 這一年半他就拜拜了 他不想弄清楚 他先出來承擔再說是變價 承擔要看這個彈子多大 還要看這一太陽 理不理他嘛對不對 江委員先看看自己挺舉的能力有多少 不要所有的人都做到新電線的最後一站 終點站 對九二共識都什麼必談 也一直說江啟成沒有想清楚 沒有想明白 沒有想透出來就出來選 我覺得說大家現在一個氛圍說江委員趕快 你看過去說要選主席就有他 選副總統也有他 什麼東西都有江啟成 就像台北市長所有立委 永遠都是蔣萬安 國民黨不能有十個蔣萬安嗎 國民黨不能有十個蔣萬安嗎 民進黨已經完成世代接替 甚至還有更激進的激進黨在光譜的最左端 這時候國民黨是什麼 新黨也撲撲不見了 當你提名吳思懷的時候 你就是要壓垮新黨 對 那中間讓出來給誰 給民眾黨啊 中間讓出來給誰 給時代力量啊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次當然國民黨 自己在提名設計量的失誤 造成光譜往右再更移過去的時候 你間接的主席看得最清楚啊 兩百多萬的中間選民 投向的第三勢力 一樣民進黨未來如果奪敵之爭啊 我不知道是誰 下一任2024的奪敵之爭出現的時候 民進黨也會有所謂內部的實質分裂 所以你說國民黨包括這幾個 現在確定要表態參選的 江啟傑跟郝龍斌通通不行 通通無法改造國民黨 我從郝龍斌的三個必須裡面看出來 他覺得告訴大家說啊 你放心 我大概就是替大家完成階段性任務 可是我覺得要承擔的人不能這樣 你要把這個黨扛下來 第一個自己的路線說清楚 給黨員來辯證嘛 目前檯面上沒有一個把國民黨的核心價值辯證清楚 國民黨的最核心價值是什麼 你從哪裡來 你過去從中國大陸把這些 這些資深的黨員都帶過來 你要把他帶往哪裡去 要不要落地深耕 其實第二代第三代人家已經很清楚了 那如果天然台都呈現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修正自己的路線 我告訴你 沒有修正就沒有明天 任何政黨都一樣 民進黨現在大家在講說 哇民進黨好危險 未來會不會是另一個國民黨 有可能啊 所以你沒有修正就沒有明天之下 國民黨不要再折損蔣萬安跟蔣啟臣 世偉哥 意思感覺起來沒有超級大明星出現 不會啊 那是昆豐他自己個人的一個看法 我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 面對於在我們這一個黨內 我會覺得講說有人要出來 承擔這一個重責大任 承擔會被淹沒不不不 就扛不起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會覺得講說 你今天要出來當的人 你自己要有兩步去 他對於自己 你想說民主政治 這一個民選政治 大家如果說覺得講說 我出來 我能夠替大家來做事情 你選給我 對不對 你選給我之後 民主的機制 我才能夠替大家做事情 那你今天黨主席這個我就講啊 他的包袱 他的一個擔子很重 但是願意出來做承擔的 你包括了 郝龍斌前副主席 甚至於江啟臣委員 乃至於張亞中教授 他願意表態 這都是好事 聽聽看第三勢力 我覺得齁 其實剛剛講很多 國民黨的這些改革 但是我覺得如果今天 如果國民黨裡面 都不能產生一個 比如說 對於九二共識的路線辯論 都沒有辦法有這樣空間 有這樣機會去討論的話 那我覺得講這些改革 其實都是講假的啦 那這個其實都只是 做做樣子 那